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,男姐名称的由来,在我加入的一个妈妈社群里,30个左右的宝宝当中最难带的一个,男妹在福州,在小月、林的时候,男姐男妹略行基纳频率次数差不多,我们两个妈妈线上聊天互相团位,由于两个小女孩难带的地方差不多,并称男姐男妹,出生,2014年8月,生下,男姐平安出生,五金四两。 洁生的医生说期待你有成麻花了,怀孕七个月的时候,我发生一个小车祸,被一辆小车追尾,从左折的摩托车上掉下来,为追着地,再住了几天,估计是受惊了,之后时常在想,如果那时就遇到了养把,用些震惊的中药,是不是之后的苦都会减少许多。 知识人生中很多苦难,都是必须要承受的,尽历过了才能有今天。 月子,那时我没有提前学习月儿,是个非常敏感焦虑的妈妈,家里老人也没有经验,男姐一有点风吹草动,我都紧张不已,比如呼吸有时有点急促,阴唇红肿,小便拍出少量红色结晶,不知道发了多少遍,后来才知道叫做新生儿特优的生理现象。 第二天,男姐脸蛋有一点点黄色,中的医生男姐在我室中出生,说吃腿黄散,本来男姐的台分是糊状的,后来拉的软黄便,吃了所谓的腿黄散之后,开始拉水让大便,一天十几次,用了两天,我坚决不喂药,最后一天的药没有喂,可是太迟了,大便此处就一直很多,用过一生就没有效果。 轰身泡母乳也试过,都没什么用,二十天左右的时候开始日夜颠倒,半夜拉屎,白天睡觉,我休息不好,完全崩溃,男姐开始不停哭闹,不停哼哼,睡眠很差,老人们都说是不够饱。 我就不停的喂母乳,喂到她秃奶,梅中客家人整个月子都是吃娘酒一种黄酒炖鸡,加了炸过的姜,休息不好,没有胃口,我就吃姜和白饭为主。 母乳还够,没怎么添加奶粉,我非常害怕晚上的到来,非常疲惫,一听到男姐哭了,我就整个人完全不对,情绪不好会造成奶水质量也不好,奶水质量不好,会造成宝宝肠胃不适,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 出月子至六个月,男姐八斤多,增重还不错,由于我先放抱宝宝会惯坏的这个理论,一直没怎么抱,出了月子后回到娘家去住,我爸说,怎么可以不抱宝宝,于是我和我爸轮流抱着男姐,神奇的是她开始,安然入睡,大便次数仍然很多,我每天除了喂奶,就是给她洗屁股换纸尿裤, 为了解决大便的问题,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,有一个老中医将我给男姐,喂胶类,或将正气泡和酵母片。 男姐太小,不会吞,我就自己吃了大人量,只有一点点效果吧,我爸为了提高我奶水质量,每天换花羊,弄牛肉,土肉,鸽子,猪肚等等,男姐三个月的时候十二斤多,白白胖胖, 很快她睡眠又不好了,于是按照科学的办法,补大补薪,五个多月的时候斩牙发伤,我如同二天亲手妈妈一样, 遵照体温超过三十八点五,都就用美琳这个伟大的原则,为了美琳,半小时不到,男姐出大汗,退伤,家人和我非常开心,美琳真心好用啊, 很快,男姐六个月了,十八斤,胖得很,鼻梁开始出现青筋,鼻唇周围有点发青, deeve,deeve六个月至一周岁,满六个月后,开始给男姐添加腐蚀。 我做了非常多功课,严格遵照纯米糊菜泥,水果泥肉泥和鸡蛋的顺序添加,特意买了料理机,每天每餐摸好肉泥菜泥混合米糊为养。 爷爷奶奶每天熬排骨浓汤,把豆汤留给男姐煮米糊,男姐每天大便一次,慢慢的酒前干后软,或者硬的干嘛都拉出一点点血,老人就说是热气,常热,于是味香蕉,蒸苹果,蓄梨,小儿其心巧克力,为了能缓解,老人们还很高兴。 但是过不了几天大便,又不好了,苹果是一箱箱买回家吃,七八个月的时候,男姐全身起群麻疹,不咬,红色的,像是蚊子咬的小包,皮肤这样,老人们不敢论味了,一时清淡了一段时间,直到群麻疹好了之后又继续之前的喂养方式。 第三次胀牙又发烧,为了两次美丽才没反复发烧,发烧时都流行贴冰贴,我早就准备了冰贴,白天贴,男姐会直接撕掉,等他半夜睡熟了,给他贴上,没几分钟,他爬起来,撕掉了,立马又倒下睡着了。 我惊开他的醒睡能力,想着他应该是非常讨厌冰贴,再也没有给他贴过了,到一周岁,男姐比六个月只重了一斤多。 一周岁这两周岁,长寻麻疹,一周岁一个月断了母乳,因为夜奶没断,就继续用奶粉喂养,周岁后牙齿也长很多了,能吃的食物更多。 老人们喂饭喜欢喂的饱饱的,弄个熔肉,说是断了母乳之后轻瘦了很多,要加强营养。 男姐外公喜欢鸡腿那块最大的肉包出来清蒸,我下班回家经常听外公喜悦的说,今天他吃了两大块鸡腿肉,可棒! 有时一天喂六个鸡腿胆,男姐经常胃口不好,或者胃口太好不知道饱,有时吃着还做土壮,但是又表现猪想吃,老人又继续喂。 这一年他不断的感冒,咳嗽,发伤,又是呕吐,严重的时候是一次急性肠胃炎,又吐又辣,半夜不停的吐,我仍然没有反思吃喂养方式的问题,生病用西医的观念来用药,感冒,用小儿感冒颗粒,咳嗽就小儿止咳糖浆,呕吐用家味或香正气丸,男姐虽说没有吃过西药,没吃过打针书液, 但体质却明显差了,脸色已经黄起来,并感而生,腾在娘心,周围没有科普的中医,本来我跟着一个中医调理脾胃怀孕的,可是男姐吃完药后半个小时,她又哭又闹,出汗,我心疼不已。 Deeve,Deeve两周岁后,女子肩手,为母走羹,男姐的妹妹也出生了,正值产假的我开始了自学中医育儿之路, 因缘忌计会,老天终于安排了杨爸爸出现了,如同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啊,我日夜都在不停的学习杨爸爸的中医育儿理念,整天泡在社区看帖子,终于明白了男姐胃口气之好,但是不消化不吸收,不长肉,容易及时,大便前肝后软,及时后容易感冒可以搜发伤,等向座位强疲弱, 综合判断为疑未血寒,总结未强了吃货的胃,却没有吃货该有的皮,也明白了以爱之名,行伤害之时是怎么回事,实在是挖了太多坑给男姐,漫长的调理之路开始了, 根据男姐的吃喝拉撒睡,和一个月一小病的状态,我坚决果断的开始让男姐寄口肉蛋来水果,纯吃素,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男姐要健康状态已经挺严重了, 我和她爸爸商量好了决定吃素一段时间,老人坚决反对,但我们还是依旧执行了,严格借口两个月,男姐们生病,也增重了,可是风平浪静之后,隐藏着狂风暴雨啊, 男姐在中医症状之后开始排病邪了,同样是反复及时感冒咳嗽等,家人的质疑又出现了,压力倍增,我不断反思是哪里没有做好,放下焦虑,然然坚持素养,坚持的原因是这一次次排病邪过后, 男姐的脸色,睡眠,踏便都有好转,特别是睡眠,以前总是各种番,趴睡,跪睡,变得安稳了, 入睡后的呼吸非常安静,很少怕睡了,跪睡再也没有出现过,排病邪的症状一次比一次轻,一开始只要舌胎后腻了就会生病,到后来发现接续后, 减时,太极按摩就会好起来,从不知饱,到经常吃完了给她的食物之后会说饱了,调理方法如下,反馈是味料,自学开始,每天观察吃喝拉萨睡情况, 做了Excel表来记录每天饮食情况,只为关注的是大变情况,吃醋仍然反复及时,从男姐为养记录发现素食里面饮食有很多食物不容易消化, 比如玉米,她吃玉米就拉玉米,比如西兰花,她喜欢吃,连续吃了两天,又及时了,煎过如核桃,也要少要吃,回想起以前喂了那么多超过她消化能力的食物,她的脾胃会好才怪了,熬米油是每天必须的,早餐起来先喂一小碗米油, 经常自制馒头,男姐一吃外面的馒头包子就会饱很久,我哄她不要吃外面的,吃了不会长大,要吃妈妈做的馒头, 胃肠皮弱的娃吃饭不知道饱,吃完后会闹着还要吃,我就跟她商量,最后一口了,不能再吃了,再闹着要吃就去站门口, 她一般会高兴的接受,不接受的时候哄她吃点别的一消化的,她生病期间严格忌口,白粥为主,配些容易消化的蔬菜,她自己也会说感冒了要吃白粥,不能吃别的, 男姐度过了那段还病邪的日子,状态好些的时候,家里又正好有土鸡蛋的话会弄点蒸水蛋,新鲜的应季节的水果,也会看情况给一些, 早晨煮肉片蔬菜团会偶尔给几片保佑,有时吃饭她看见肉丸,提出要吃,也会给,吃完就严密监控睡眠和大便,用中医中药进行调理,正确处理每一次生病, 每一次生病都是排病邪的好机会,正确的处理好,宝宝体质就会慢慢的好起来,学习后,根据师兄师姐的建议,自己清晰辩证的基础上, 买了一些调理的药,男姐喝了仍然会感冒,感冒了停下来,处理完感冒之后又继续喝,喝中药和吃大便宜是男姐非常喜欢的, 胃药十分方便,晚上入睡后给她做太极按摩,天哪怀醒齐天,我学习过一段时间小儿推拉,各种学位和辩证使用比较繁复, 有需要小孩配合,男姐睡着后,很不喜欢,要人碰她手脚,于是就只做太极按摩了,有时我太累不做太极按摩,就直接手清呆在她腿上,用了李希老师能量传递的按摩方法, 咳嗽是妈妈们最为焦虑的症状吧,2016年底冬天,男姐感冒了,咳嗽了一个晚上,看眼睛能看到累汪汪的感觉, 但是卫生站听飞音,能听到落音了?我和卫生站的赤脚老中医商量,先吃两天麻黄跪至汤家浅,不行就上, 一铁汤药喝完,当天晚上男姐一夜安睡,过两天再听飞音已经没事了,便证得使用中药,疗效是非常迅速的, 比起那些干猫咳嗽,去查除非炎住院书业的宝宝,男姐就是非常心愿的,有一次发烧了五天,男姐有次烧了五天,我也被骂了五天, 妈我怎么不给退烧药,烧这么久会烧坏等云云,是我亲妈骂的, 顶着巨大的压力,男姐在两三次没用退烧药的情况下,都自动退烧了,之后男姐发烧,家人没再管了了, 体温记也退出我家历史舞台,杨大说期待好好的发烧,发烧一次,能看见男姐的脸色好转一些, 今年六月是男姐至今最近的一次发高烧,她乖乖躺着睡觉,整个身体都很烫,我守在她身边, 给她按摩涌圈,霧热她的双脚,醒来喂些白粥,她又睡去,晕蝉三四点退烧,她醒来唱歌, 第二天拉道便,我惊喜的发现她的道便颜色变成黄的了,持续了一年多的前干后软颜色黑结束了, 运动,与全身心陪伴,都是安静的接近大自然的地方,多跑多走,以前经常去超市或者游乐场,也尽量少带去了, 男姐喜欢跳舞,在家就开着儿歌,鼓励着她表演,除了上班,我和她爸爸都尽量陪伴着她, 父母的状态对宝宝影响很大,我在调养女儿的同时,也在调离自己的身心, 她仍然未强疲弱,调养之路漫漫长,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, 跟着杨宝学中医育儿的我会一直守护着她, 迟到这么久,最后想说的是要有耐心和信心, 要不断的跟家人朋友们灌输中医育儿知识,有家人的知识和配合, 调养其宝宝身体才能是半功倍,宝宝体位状态不是一时形成, 也不可能靠几天中药或者几天忌口就完全好起来,并且从此不再生病, 结尾用李欣老师的话与大家共勉,如果我们不停的往前走,又探索和澄清的意愿, 那么,我们内心出现的问题就很快会有答案,并把我们带到下一个路口, 在下一个路口,我们会更清晰,更平静,更宽大,更放松一点, 所以,只管带着觉知往前走就好,生活会给我们答案, Diff,Diff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